hello大家好我是小帅 今天呢令网友的要求 来看一下他的肉 多肉到底怎么样了 来 看这边 这一片呢都是他自己拍的 这是国外国外的一个肉友啊 他非常喜欢精品 因为呢多肉呢 基本上都是越小 越精品啊越小 看一下他这种 简直鲜到 鲜到绝绝籽啊 太鲜了你看 还有这种的 这种的别看他小 已经看多少年了 一看赶子就知道 最少的三年以上了 今天呢他就是想他的肉肉了 他告诉我啊 现在到底能不能给我发货啊 我那边的温度是零度 现在能不能给我发货呀 你给我看我的肉肉能冻死吗 好 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 冬天到底适合不适合买多肉 养多肉 发多肉 咱先说第一个啊 冬天 是什么什么 来 给大家说啊 冬天 是什么多肉的天下 告诉大家 冬天是 糖心多肉的天下 因为只有冬天 才会 这个温度 降低 才会有这种糖心 来 来看一下 非常出名的天鹅绒 这种类似天鹅绒的 这种小多肉啊 基本上只是在冬天和春天的时候才会出现 所以说你喜欢糖心的多肉 那么你就要在冬天购买 来 看一下这边 这小糖 这小糖心 你看 精致到不行了 太精致了 你们要看多肉 要买多肉 不就是为了看它精致极致的一面吗 只有冬天天鹅绒这种这一类型的多肉 才会展现它极致的美啊 来看这种 你看 这个糖心 直接就全部糖心了 我的天哪 你看这小天鹅绒 这种的 糖心全部出来了 所以说冬天是可以买多肉的 但是说发货要怎么办呢 来 看一下我们的发货神器 走 来看这一片了 这一片 是最后 今天到今天位置最后打包的一批啊 也是全部发货 比较冷的地区的 我们要怎么做呢 来 看一下 咱们现在有三种保障 怎么保障呢 第一 我们脱土之后 多肉比较干燥 脱土之后多肉比较干燥 然后 再缠上卫生纸 缠上卫生纸 把这个多肉缠一圈 来 这种多肉啊 缠一圈 缠一圈之后呢 我们再用这保温棉 保温棉再放到里边 然后 再加 保温箱 能够抵御 零下20度左右啊 能够抵御零下20度左右 所以基本上 超不过零下20度 你发货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发货问题 千万不能担心啊 好了 就是大家喜悦到了 喜悦到了 给点个关注呗 拜拜喽 我怎么会听到这种 他还会想起来 这种玩意 房子 都在来 都在这种玩意 是最好玩意